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足前之馬 今天繼續有弟弟Garry 亦有拍檔Joe 大家好 Joe 今星期錄音時是9月14日 本來我們打算回顧上星期前瞻賽果 不過Joe說不好 我們直接去今星期的球 今星期又來到英超的賽場 首先第一場將會說的 就是小弟主理的屈福特對著晚城 將會今星期六晚 即9月16日晚上10時 屈福特的主場開球 先講講兩隊的近況 屈福特最近五場是兩勝兩和一赴 最近三場分別是2比3 聯賽杯輸給布里斯托城 0比0和了白麗頓 和2比0再贏了修咸頓 另一邊的晚城 最近五場四勝一和相當厲害 最近三場是2比1贏了班尼茅夫 5比0贏了利物浦 和4比0在歐聯贏了菲燕諾 萬成勢當然厲害 先講講屈福特 因為屈福特 大家都知道聯合國部隊 對上兩季其實在英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們降班 可能挺有機會 因為最主要其實那群球員 就是來自五湖四海 大家想到一定不合格 好像隨便找人照顧腳 還有福特還有普蘇家族 還有另外兩隊球隊 一隊格蘭納達 另一隊烏丁尼斯 好像互相幫另外兩隊練球 有時候借人烏丁尼斯 有時候是格蘭納達 借人過來 互相對方的衛星球會 對 一個人一個家族 一個可以說控制球會的管理層 擁有三隊球 可以調來調去 但今季的福特 可以說是令人耳目一身 因為最近聯賽打了四場 兩勝兩和 暫時排在聯賽第四位 絕對是喜出望外 做了四弟 是呀四弟 是不是很癢呢 是呀 我四弟補了 只是踢了四場聯賽 不過不要緊 說到屈福特這麼厲害 為何屈福特這麼厲害 首先要說一說 一定要說 入選了英格蘭國家隊的中場球員 查魯巴 沒錯 查魯巴 是一個怎樣類型的球員 就是一個全能型的英格蘭中場球員 封隔齡的中場 對 助攻時會殺到禁區 但他本身是後防出身 所以攔截力也有差不多的草禮 最重要的是 最近在英格蘭國家隊 其實修夫基選了查魯巴 都沒有選曾和達 其實都幾令很多人跌眼鏡 但以英格蘭的陣容來說 的確是一位可以多功能的中場 查魯巴絕對是那個人選 對 他入選了英格蘭國家隊 在修夫基心目中 一定價值比曾和達 所以這裏可以側面看得出 這個查魯巴也有些了道 側面 這個球員剛才說 屈福特經常在格蘭納達和烏迪尼斯 買或借人回來 這次屈福特的轉會槍就有點特別 這個查魯巴大家都知道是車路市買回來 身價不高 其實只是500萬磅 這個其實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在哪裡出生 在車路市 就是了 有很多車路市的年輕球員 都要去到其他隊才發光發熱 包括迪布尼和盧卡古 盧卡古表表者 沒錯 所以這個查魯巴不妨可以留意這個球員 因為屈福特很難說 一來到屈福特 竟然入選國家隊的球員 這個球員在屈福特 可以說在中場中路裡主宰著信公的命脈 說完新星、新收購的查魯巴 其實屈福特今季都有一個失敗的收購 暫時來說一個失敗的收購 其實在搬尼也收購了安迪格雷 沒錯 Joe可能這球員也熟悉了 前一季搬尼在英冠的時候 其實他的入球能力很高 沒錯 小弟在另一個節目也曾提及 這位球員出身、成長 好像誰呢? 好像利斯特成亞華迪 說得很好 因為速度和踢法都很相似 今季來到屈福特 很可惜三場球暫時一球不入 為何說他一球不入 可能都是數據 但為何說他失敗的收購呢? 其實由上一場屈福特贏收購的比賽 其實這場球屈福特贏2比0 全場控制著比賽 打得非常舒服 令到收購頓的上半場 直接是零射滿 好像這麼強是懸殊 但屈福特作客 那場球是聖馬利打的 屈福特的強勢 控制比賽那場球 已經控制到絕對股掌之中 但問題的前鋒 安迪格雷 直到被換走前 其實在前面都是滴滴無遺 進入的兩個球 都是靠外面的軟射 即是靠著杜哥里 還有靠著芬馬特的軟射 變成了這個安迪格雷 來到這個福特時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可能未融入球隊 戰術上也有些傷確 因為華迪是利斯特城發揮得好 華迪是利斯特城發揮得好的原因 很多時候 因為利斯特城很徹底去打防板 華迪的速度就非常用得上用 已經入到英格拉人國家隊 華迪就糟糕了 都算是糟糕了 偶爾有事故 但表現沒有那麼硬 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些快馬要如何發揮到速度 當然要在前場製造空位 或是給一些即時空位 讓他和別人鬥走 但暫時在馬高斯佛帶領下 踢法可能是比較控制著長球 所以令安迪格雷暫時的表現 失色一點點 沒錯 但前鋒方面除了安迪格雷之外 還有誰呢 最後就是隊長Dinney 今季可以說是退居後備 因為主要是用安迪格雷打正選 但是Dinney後備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作用 以及製造空位 衝散對方防線 讓隊友入攝或射門 其實他真的很有作用 而且他絕對是 安迪格雷是快的 但這個Dinney 如果你調高給他用 他真的和你拼盡百二分 出盡百二分的實力去撐 所以這個Dinney 可以說是安迪格雷的最佳提堡 一些比較傳統英格蘭的踢法 沒錯 傳統英格蘭中鋒的踢法 另外也可以說 新收購的 也有在富明尼斯亞 收購了巴西球員的列卡利臣 這個球員 我們經常說的是新亨利 麥巴比 最近勾聯他都打右翼 還有馬斯亞那些都是左翼 不要緊要 亨利二字底打左翼 對的 其實這個 我不可以說他是新亨利 這個名字太響了 但你形容這個球員 他的踢法 腳長長又腳打左邊 整個拐回合中間 他又很肯扭 還有有少許身形 但又推得人 大步推 推得過人 新利又立倒 他其實都似亨利 踢法都是似亨利 但有時都會用力量去過人 所以這個球員 令到屈福特的左邊的攻擊線 很有驚喜 令到變快都多了 反而你說如果打破密閘 或者是他們要壓著對手攻擊的時候 其實有這類球員去突破 你才有機會令到別人的防線出現漏洞 厲害 速度力量兼而有之 是的 介紹了幾個球員 屈福特的球員 感覺上質素都不錯 亦是募起緊的球員 都很年輕 但馬高斯華帶領的這隊球 踢法很成熟 以上一場對著修咸頓的一場球 來做reference 剛才說過很舒服地控制一場球 很有信心 每個球員一拿球後 知道隊友在哪裏 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踢 這絕對是歸功於馬高斯華 因為他令到一隊屈福特 真是很有形狀 就是這一隻 兩隻集會上來 適當時上來 亦幫到中場 中場球員有很多走位配合 用湯卡華利說是一個攻中 其實湯卡華利是一個中場和前鋒的串連 他不是給一些很漂亮的直線 但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在禁區頂 拿著球 可以給自己有 你的變化就多了 其實也是看湯卡華利 以前踢足球都知道他不是攻中 他的踢法不是攻中 大家想的攻中就是 好像奧斯一樣給到穿透的直線 或者殺入禁區 拉空到空位 都是做這些事情 但一個坐地拋式的攻中 就像湯卡華利 很久沒有這些球員 類型是像烈基尾 當然我不是說湯卡華利是烈基尾的級別 但發揮狀有點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未來這一場 屈福特將會有左後衛的比桃斯停賽 但其實用上一季左閘的赫里巴斯 其實問題應該不大 講一下對面的曼城 曼城方面 剛剛上個星期的聯賽 5比0大勝利物浦 這一場球的震撼力 其實比起之前 利物浦贏阿仙奴4比0 其實沒有那麼高 因為其實利物浦這場球 去到60分鐘左右都已經開始流力 放棄了 因為他始終要流力歐聯 和長球已經沒有機會 已經放進冰箱 沒錯 沒有辦法 所以這場球是5比0的 5比0的看點就是 主要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阿古路和加比爾及捷西斯的合作 有一個入球令到我個人覺得很驚訝 就是阿古路竟然在單刀的時候 完全被捷西斯 本來是一個九成入的球 加比爾是一個一定入的 對 這兩個前鋒 如果這麼高質素 但是他們又合作的時候 其實爆發力的火花是很可怕的 其實慢慢 我懷疑 其實哥迪奧來有少許煉獄政策 上季的下半季就說 加比爾及捷西斯來到 可能阿古路要打後備 我喜歡用加比爾及捷西斯多些 可能令到阿古路坐在後備值的時候 都會想 與其我要跟他爭 不如我跟他合作 把多個位回來 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上季下半季 加比爾及捷西斯大部分時間相出 都是阿古路出回來 但是今季開始的這四場聯賽 加上這場歐聯 其實阿古路和捷西斯的合作 我覺得喜出望外 而且會令到人民風喪膽 就是這一個 當然了 本身兩人有自己的突破力 和得分能力 你本身要防人一個已經很難了 兩個 我們看波很有趣 常常都說 兩個人加合作不是雙加 是雙成 沒錯 有些是兩個人加起來 但要乘0.5 那些就叫做謝拉特林柏特 1加1 本來等於2 但要乘0.5 又變回1 但合作得好 約基高爾 很誇張 昆尼、菲立斯 如果阿古路和捷西斯 可以拆得出火花 是相當民風喪膽的組合 未來這場對著歐福特 應該這兩個箭頭都會一起出 另一方面 其實萬成 我們之前都說過 萬成 其實今季的陣 主要是352 其實暫時 哥迪奧納都相信這個352的陣式 352的陣式 其實兩隻閘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很重要的 這是廢話 但回想回頭 為何薩巴列達、沙格拉、高拉諾 基力子這些閘 哥迪奧納全部都不要 你看回剛剛這一季 贏了利物浦5-0和4-0贏了菲爾諾 這場球 其實你就知道 為何哥迪奧納會不要這些閘 他換了卡爾獲加 換了文迪 丹尼路這些閘 因為他那兩隻閘 是用得比普通的352的時候 的球隊更加多 他們的頻率真的要做到 我相信像上一季的車路士 馬高斯、阿朗素和摩西斯 難怪他當初想簽亞維斯 是呀 丹尼亞維斯 我想還可以踢到這些 正正是這類型 是呀 很重要 因為卡爾獲加 大家都知道 雖然他頭腦簡單 但真的四肢發達 他真的狠狠掩上來的時候 你都害怕 你又來 你不累 我真的不累 但有時候他自己回傳 就傳給別人 那些是衰這些 你要接受 文迪當然也是 雖然文迪 雖然腳長長 有些操之大業 但他上來 也有文有路 出球 那些決定很好 不會強行去 能夾到曼城那群球 還有這個丹尼路 我都猜不到 原來他是萬能老官 原來他 我初來以為他只能打右閘 他只能打中堅 經過第一場後 我以為他 原來左閘也可以 有少少硬來 打中堅也打 原來是 左、中、右都可以打 但他打左邊和右邊 他一樣能上到 所以丹尼路這個閘 原來是很適合哥迪奧拿 我也有點驚訝 也明白為何哥迪奧拿 一定要用這些閘位的球員 今場球對著屈福特 如果屈福特這麼喜歡 控制著那場球 加上他主場出擊 曼城那兩隻閘 可否發揮到防守 有五個人進攻的時候 又變成有兩隻翼加兩個中鋒 幫三個中場 兩隻閘的效率、頻率 是破這個 鬥場中場 鬥場控球權的一個關鍵 因為兩隊球都控制 控制過比賽 當然 曼城我覺得稱先少少 曼城其實是稱先少少 為何呢? 說回往跡 其實在英超的對碰 屈福特對著曼城 原來屈福特從來未贏過 正常 但英超在1995年成立 但英超的曼城挖起 真正挖起 應該是2008至2009年 其實都是這五六年的事 蒙蘇入主是2008年的事 但真正搞得起就是這五六年的事 但原來屈福特對著曼城的往跡 是兩和四負 再加上 原來曼城在英超中 對著每一隊球隊的最長不敗紀錄 就是六場 原來這個曼城在英超中 一見到黃黑衣的屈福特 我會咀嚼你 咀嚼你 蜜蜂 嚇死你 我最喜歡喝蜜糖 那些 一見到蜜蜂 打算咀嚼他 但我告訴你 這一場 其實屈福特真的有些機會 最主要是因為他近期的勢頭好 再加上球員 馬高斯華也說 球員是踢下去有信心 很舒服的 大家享受他們的比賽 這些狀態對於運動員來說是最順利的 稍微有些興奮 也不會過分熱血 沒錯 等於打球的時候 不知為何 有時候狀態好的時候 一趴下去就打到自己 整個奧蘇尼環 但有時候不入球的時候 瞄了很久 為何都不入球 那是最差的狀態 好像是家俊 家俊也很厲害 他們的狀態和信心都很好 Hyper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這個數據其實有機會反抵 再加上 萬成打算往直吃硬 我打算吃硬一些蜜蜂 但其實這件事 反過來想 其實有機會會有輕敵的心態 再加上 其實周中萬成都踢了歐聯的比賽 對於菲燕樂的比賽 其實他們的球員都會有疲態 看你有所折扣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可能除了輕敵之外 可能體能上也會有些影響 有些分野 另外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數據 可以說一下 原來對上一次屈福特 在聯賽中贏萬成 已經是28年前的事 可以忘記 可以忘記 1989年 這些數據就比較特別 即是可能接下來這星期六 就會說破28年的數據 不忘記了 之前也有些球隊破很多年的紀錄 那些球隊就連續被破很多年 對著某隊不敗的紀錄 轉了一些姓莫和姓雲的領隊之後 都有點不妥 沒錯 沒有霸氣很緊 沒有霸氣很慘 球隊不怕你 對 說到很特別的數據 這場球其實是暫時 今個英超裏面 最乾淨的球隊對最矛的球隊 你就這樣聽最乾淨的是哪一隊 那萬成呢 大家都以為是萬成 反過來 今季原來英超最乾淨的球隊是屈福特 屈福特在今季的英超 只拿了三個黃牌和一個紅牌 但是萬成在這 但是聽四場而已 是啊 但是萬成已經九黃兩紅了 可能因為踢白的原因 加上新進來的球員 就是卡爾沃加剛才說了沒有霸氣 其中一張紅牌就是卡爾沃加 哦 這麼大型 還有屈福特沒有了比蝦美 換了查路巴沒有了比蝦美 立即整隊球 連誠信度和紀錄都提升了 比蝦美拉低很多 簡直吧 一送走了 送回到哪裏呢 送回到烏丁尼斯 都對的 都對的 幫忙選了他 都是自己的 說了這麼多的對碰 其實我覺得這場球 薇福特真的有些機會 可以在主場對著萬成 在身上搶分 經過剛才的分析之後 我覺得這場球 薇福特可以乘著主場的氣勢 再加上主場球隊的狀態很好 球員的狀態很好 球迷的支持之後 可以2比2 可以主場和萬成 喂 這麼有信心 繼續保持不敗 好 第一節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聊